三重大扶炮 机械丸突然放大招 熊猫本可以轻松躲开 但是后面的丁骑也在射程里 所以只能硬扛下这一招 一发炮弹下去 直接炸出一股模糊鱼 完事后 机械丸潇洒回头 可没走几步 熊猫就在后面说话了 原来熊猫还有其他两个咒骸 变成了大猩猩模式的熊猫更加威猛 一个箭步冲上去 一巴掌便拍碎了机械丸的铁壁 强大的冲击力让机械丸撞飞数十米 熊猫拥有三条命 一个均衡 一个战斗星星 一个腼腆姐姐 而现在姐姐和均衡已经在刚才的炮弹中打飞 现在的猩猩模式不明再出现意外了 两人从森林打到屋底 机械丸变成独眼鬼 而且右手也飞 大猩猩模式下的熊猫非常消耗咒力 必须要速战速决了 熊猫先手发起进攻 机械丸面对大猩猩模式的熊猫只能够避攻击 抓住一波机会 直接玛丽开毒将熊猫推走 又一记火焰炮 但是对现在的熊猫无济于时 在关键时刻 机械丸发现弱点就是熊猫心脏上方的鼻 一掌拍过去 攻击奏效 就在熊猫要倒下的时候 忽然一把抓住机械丸的手臂 原来都是熊猫故意放出弱点给机械丸下逃 随后一巴掌扇飞了机械丸 手臂也被硬生生拔了下来 机械丸彻底失去战斗能力 与此同时 扶黑正全力躲避着家帽的弓箭 受骤力控制的弓箭能自动追击目标 就在两只弓箭要射中扶黑时 两个青蛙弑神用舌头抓住了弓箭 赤灵跃动 这使得家帽力量和速度都提升了不止的弹子 仿佛吃了兴奋剂一样 就在此时扶黑利用青蛙作诱 释放出了新的弑神眼下 瞬间释放波涛害浪 耗水量和水压将家帽拄了出去 在开阔地带 也将发挥百分百的作用 家帽瞬间电流缠身 不过家帽很快扔出一个血缩 赤血操树 血包炸裂 瞬间将夜捆了起来 就在两人绝一胜负时 屋外出现巨大树根 正在逃跑的狗卷立刻叫二人快跑 可三人逃跑的大门被树枝撑破堵住 特级骤灵花玉为何出现在交流大火 为什么黑闪记录保持者不是五条雾 因为我不知道五条雾的黑闪谁能扛住第二下 最强咒术是必须要挡在门外 天空中降下为仗 这是只针对五条雾个人的仗 五条雾表示让戈基和老头子先进去保护学生 另外一边 浮黑三人被花玉树根疯狂追击 三人轮流使用咒术配合攻击 咒炎 血剑 叶音 但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狗卷因为花玉实力越强 他的命令就越好咒力 就在浮黑准备用大招时 狗卷走了过来 缓缓走到花玉面前 花玉直接被阵飞出去 此时狗卷也到极限倒了下去 但花玉还是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 还好援军到了得到一线生机 珍惜和浮黑轮番攻击 只能砍断花玉头上的树枝 此时浮黑召唤了咒剧 珍惜拿着特级咒剧尤云 一鞭子就把花玉打飞数百米 三人从屋顶打到森林 浮黑召唤是神狱犬 这只狱犬明显比之前的更加强 一爪子把花玉手臂抓出了三道口 紧接着浮黑珍惜一波帅气的合击攻击 可惜好景不长 浮黑腹部被种下种子 一旦使用咒力就会越扎越深 珍惜一人无礼回天 被花玉一下子捆了起来 就在二人要团灭时 双人形必有我挚友 甜蜜双排组合出现 浮黑和珍惜也被熊猫救走 虎状跃跃欲试 智悠表示在虎状没打出黑闪之前 无论打成什么样都不会出手相救 要说静庭拳是两次攻击 那么黑闪就是物理和咒力一起发出时产生的空间扭曲 威力相当于平常的2.5倍 黑闪 GG 第一下没有打出来 这时智悠走了过来 东堂表示虎状被愤怒冲昏了头 老想着报仇 要放下心中的杂念 不愧是智悠爱的巴掌 虎状被打得口水直流 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在花玉身上 两人一起发起进攻 就在口水滴落水中0.000000 黑闪 虎状一发黑闪直接将花玉的树枝连同手臂打碎 用出黑闪后的虎状骤力涌现全身 东堂老师的考验结束 接下来就是甜蜜双排的时刻 花玉召唤无数根巨大的树枝进行攻击 但是广范围的攻击强度和速度都会很快 两人游刃有余 一起向花玉发起进攻 突然脚下一空 原来这些树枝并不是食物 而是全靠昼力凭空制造 花玉对半空中的两人发起了进攻 但双台久了默契也有 双腿借力一灯巧妙躲开了攻击 三人落地后继续战斗了起 花玉再次使用迷火花 两人迷了过去 地下窜出尖刺差点之劲 花玉表示很享受现在的战斗 美滋滋 别看东堂快头大 没想到今是用脑子战斗了 他分析起了花玉的技能 类型和特点 在高达53万iFu下 媲美12900K的CPU高速运转 最终得出来能胜利的结论 两人再次进攻 还没到一半就翻车了 原本以为是大聪明 没想到是花里胡哨 胡杖想去救东堂 但是被花玉缠着 东堂背后长出尖刺 就在这一瞬间 被刺中的人是花玉 而东堂站在了胡杖边上 这是东堂的特技不易游戏 胡杖秒懂 要趁对手习惯前干掉他 两人继续进攻 东堂每一拍掌 两人就会互换位置 很快来到花玉面前 耍起了杂技表演 真人直呼内吼 两人不断互换位置都是假动的 这使得花玉无法正确判断进攻 这仅仅还是开始 曾经黑闪最高保持记录者是七海 四连击 听起来难度极高 在东堂的辅助下 胡杖连续地打出 已经三连击了 花玉表示少得一望行 东堂再次辅助拍响双手 花玉以为东堂和胡杖再次互换 没想到被这老六摆了一刀 为什么说东堂是咒术回战的智力担当 因为他四肢发达 但头脑并不简单 高达53万的IQ是正常人的几千倍 通过12900K的CPU高速运转 思考与花玉的战斗对策只需一谋 胡杖在东堂智友的教导下 实力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甚至差点破了黑闪的最高纪律 这是比五条五老师下岛的节奏了 花玉经过两个好基友的混合双 已经渐渐熟悉了东堂的不义游戏 双手一张 从地下召唤出一颗巨大的种子 这些种子会稀释咒力 瞬间朝虎杖东堂发射出去 东堂拍掌 为了掩护虎杖先是将它和花玉互换位置 看着这些种子没什么威力 东堂准备加固肉体和咒力将种子弹开 就在此时 东堂脑海里与梦中情人高甜妹碰面 高甜妹表示还记得当时浮黑身上的种子吗 东堂瞬间毛色动开 猜出了大袋 这些种子是稀释咒力的 用时0.01秒 思考完毕 东堂立马将咒力全部收起 果然种子打到身上却毫无用处 花玉惊了 接下来就是虎杖和东堂的一顿反击 两人将花玉击退到河边 双手一拍 将珍惜的特级咒剧由云和虎杖互换了个 还别说 东堂第一次上手耍得铁肉 这一下直接给花玉打出脑阵盖 但是花玉立马做出反击 特级咒剧加上东堂咒力的权力一击多年 这时花玉单膝跪地 左手按在地上吸取着大自然生命的能量 周围花草树木瞬间枯萎 花玉将树木的能量转化成皱力传送到肩膀上的花 正要准备领域展开 天空上方的围杖破碎 五条物俯立在空中 想着先去帮哪一边好 转身看了掩虎杖 发现虎杖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而且边上还有个东堂 那没事了 先解决其他敌人 瞬间来到光头墙背后 但是光头墙眼里只想把五条物做成一架 五条物直接一个眼神 光头墙瞬间倒地 还对老头说 别让他死了 这时五条物察觉到敌人正在逃跑 但是过去还有一段距离 花玉这边也很有觉悟 没有必要去找五条物送死 第一时间准备撤退 虎杖还想上去阻止 东康叫住了虎杖 因为挚友已经感觉到了 会被卷进去的 超密度的技能将大地撕裂 直朝花玉冲来 他用树枝将自己包围 等咒术飞毁 地下直接出现一条霞 这下都不知道花玉是死是活了 收工 但在另一边 真人直接偷家 将素挪的手指给偷了 随后花玉回到老队 勉强算是保住了性命 这个男人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抱怨着管理费为何这么贵 完全不知道身后的咒铃已经悄悄靠近 最近总有人莫名其妙地消失或死亡 虎杖等人接到任务进行调查 他们来到了八十八桥 等了一夜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但浮黑发现了一丝不同寻常 桥下可能有结界 但进入结界的条件顺序很重要 一定要晚上过来 从桥底过去 三人一脚踩到结界边缘 周边环境立马发生了变化 上面的咒铃应该是个寒麦的 这时从旁边又冲出来一个咒铃 这家伙长得也够丑的 虎杖咒力涌出 表示自己对付这丑八怪就行 一边躲逼着攻击一边靠近咒铃 冲上去一边腿踢开了咒铃 随后又是打到咒铃生活不能自理 咒铃抓住时机抓出虎杖手臂 没想到虎杖借此跳到咒力身后 重重一脚将咒铃踹飞了出去 而丁齐扶黑这边就是完全在打地数 面对这些小浓龙 两人轻松加愉快地解决了许多 就在这时 突然墙上一双手臂伸出来将丁齐拉了进去 扶黑想就但是来不及了 咒铃见状 也赶紧溜溜球跑到黑洞去 扶黑让虎杖过去支援丁齐 自己留下来清理剩下的咒铃 这时上方出现一个咒态 里面诞生出一个咒铃 这长相跟他们之前遇到的那个特级一模一样 但是比上次那个特级强很多 上次被揍飞 这次也一样 直接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时扶黑想起素挪对他说的话 确实不应该逃 要动点真格 这时扶黑第一次展开领域 消耗巨大咒力的他蹊跷流血 虽然还不完全 但是足够了 此时扶黑战力进入了另一个次元 可以超控黑影攻击 灵灵度也大大提升 就算被术士击中 也能化作黑影消散 也可以复制多个夜鹰进行攻击 咒铃毫无还手之力 都说受死的骆驼笛马大 咒铃直接爆发咒力 因为扶黑领域并不完善 很快领域被特级的咒力撑破 就在咒铃沾沾自洗的时候 狱犬直接从后面用爪子穿透他的心脏 GG 咒铃直接被消灭 88桥下的结界也随之消失 这时有一根素挪手指掉落 素挪在自己的精神领域 也感受到了扶黑的变化而随之兴奋 这个骚里骚气的人妖 还是个朴性男 丁奇看了差点把早饭吐了 而幻象的目的是 收取素挪的手指并不是丁奇 妖娆地跳着离开了 丁奇追了过去 表示居然用这种小桥人的方式跑路 幻象表示后背是他的自卑点 谁看了他的背后就杀了谁 话音刚落 是他的弟弟和虎杖 幻象直接大发雷霆 两人连忙道歉表示不是故意的 但已经来不及了 幻象背后用血晃画出一双翅膀 表示在座的各位都得死 他的翅膀能够变长距离 而且速度很快 在高密度的攻击下 丁奇不小心摔倒 虎杖一个剑步扛起丁奇继续跑 不愧是最强高中生 真正爆发起来跑得比车还快 在虎杖高速的移动下 幻象的攻击距离不够了 两人终于逃出了攻击范围 就在两人刚松了一口气时 弟弟一口老血碰中虎杖 丁奇也被后面赶来的 幻象击中手臂 幻象小拇指一束 给虎杖丁奇下了一层诅咒 两人皮肤上长出黑闪玫瑰皱纹 这玩意会从血液进入的地方 开始腐蚀 大概过15分钟 就能化作一堆骨头 幻象不断地向虎杖丁奇介绍 自己咒术的作用 因为坦白了自己的咒术 那么效果就会得到加强 就在幻象得意洋洋时 他根本不知道丁奇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他拿起手中的钉子 对准自己的手臂 这下两兄弟也要跟他们一起承受诅咒 丁奇威胁着解开咒术 不然就比比谁能忍 就在两兄弟待住时 虎杖冲了过来 因为虎杖身体有素膜的原因 毒素并不能起到减速作用 这时丁奇又往自己手上扎了一根钉子 虎杖一发静听拳 接接实实打中弟弟 接下来又是一套连环拳 拳拳倒肉 坏象想要帮忙 丁奇又是朝自己手臂扎了一根钉子 于是坏象想先解决丁奇 二人瞬间靠背互换位置 让丁奇去对付快冰死的弟弟 坏象急了 究竟要不要解开咒术 如果不解开弟弟就死定了 一声哥哥让坏象瞬间心软 解除了咒术 虎杖变得更猛了 在体数格斗方面还没几个人能干得过虎杖 坏象继续用翅膀进行攻击 但是都被虎杖灵巧地躲过 丁奇来到弟弟面前 虎杖丁奇同时使用咒术 一发黑闪直接打断坏象一条手臂 另一边的小老弟到底不起 就在丁奇转过身 小老弟又迅速站起来 丁奇不慌不忙举起右手 一个响 小老弟应该彻底走远了 丁奇表示马上就送你哥哥陪你上路 坏象伤心地流下了泪水 这是一辆货车飞快从众人之间飙过 这个男人吐槽了一举 就被骚男一把抓了出来 还要求司机由门踩到底 虎杖一路狂奔追来 坏象看到另一边的丁奇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丁奇再次使用咒术 在坏象的断壁上放上了稻草 这一下直说坏象心脏 从车上掉落 随后虎杖又补一拳 两个特辑就此陨落 此时另外一边 仗像感受到了两个弟弟的死亡 神情有些落寞 虎杖丁奇回到八十八桥找浮黑 浮黑表示现在三人就虎杖状态最好 准备将素挪手指先交给虎杖保管 还特意叮嘱他别吃掉 都说不准吃了 第二天 五条物给鸣转了一千万 这边鸣收到钱以后疯狂大笑起来 他和东唐一起来到老头者 将珍惜 熊猫 浮黑 丁奇虎杖五人 推荐为一级术师 此时三人还在逛街 浮黑接到了五条物的电话 表示要回去有重要的任务 要立即反省 你去 浮黑